有关朝三 它的意义 其实我们就是讲朝圣 古代朝圣是用走的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我们朝三 讲的就是三步一拜 或者一步一拜 那么向着圣地的目标去前进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到 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用走的算不算也是朝三 也算朝圣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那个意识形态 把你框住 以为没有拜 那就不输胜 拜了才输胜 拜的这个问题 是来自于我们虚云老和尚 他从普陀山拜到五台山 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这件工程在他的年谱里 记载的很详细 那么由于年谱的这种流行 那么朝三的这种功德 就跟着起了风起云涌的效果 但是我们要了解它真实意 我们常讲 人人都有个灵山塔 好像这个灵山塔下修 那你真正要朝三是要朝你这个灵山 那我们灵山在哪里 你感受不到 那我们就以道场 有人在精进修行的地方 作为一种具体的目标 来射受我们 提醒我们往前去 所以呢 我们应该来讲 朝三是指 让我们自己 能够提升自己向上 一直爬升 直到止于至善 这样的一个情操 我们才叫做朝三 朝圣 假如你只是应景的去爬爬山 走走地方 看一看 那这样的话 不能够叫做真正的朝三或朝圣 所以朝三跟朝圣 不管你现在哪个地方 一个具体的目标是一个媒介 用来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 使它达到顶峰 决向孤山顶上行 这个才是真正朝三的价值跟意义 我们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朝三是一项犹豫生心的活动 可强健体魄 并可净化心灵 怀着前倾的亲情 五体投币 三度一败 所谓礼佛一败 灭坠和沙 身一败 寇念佛 亦忏悔 散业清静 可消业障 争扶惠 潮身除了可以忏悔 坠障 消除业障 增加扶惠外 并可折服我满心 调服自我的傲慢与执着 如有老菩萨行动不方便 活身体 不适不宜贵败者 可以前程心 隔长礼拜 温训 步行持送佛号 美心恭敬前程 同样是功德圆满 主人潮身是为其眷属 祈福消灾 治愈顾及 只要前程恭敬 常能感应佛菩萨慈悲嘉拼 另外潮身对于平常缺乏运动的现代人而言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与忏悔机会 很多人做事总是会真情顾后 怕人家笑 爱面子 潮身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鬼磕头 可破除对我像的执着 这对修行来说 已大有助益 祝福消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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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生命故乡的呼唤这个单元 要跟各位谈的是学生领袖 也就是啊 这群青年朋友 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未来 也就是还没有上舞台 现在正在准备的阶段 我们要谈这些学生领袖的意思是 他们将来成功的一些条件 我们知道 今天的社会教导我们的 是要争取成功 可是大家要知道 成功之前有一个要件 就是四则生存 就是四则生存 当你不能适应 这个舞台的时候 那很显然你是失败的 你已经不存在了 怎么能成功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谈的是 成功之前啊 要先能适应 那么要适应 我想心理准备啊 是相当的重要 那么第一个心理准备啊 就是要有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呢 要跟舞台有共识啊 现在是演古装的 还是演时装的 你都搞不清楚 人家在演20世纪 21世纪的新时代时装戏 那你还穿着歌仔戏的衣服出来 那你不要表演就死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与舞台啊 要有一个共识 那么这个共识要怎么进行呢 那么我们要分两方面来谈 一个是你追求成功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具备哪些专业能力 今天我们发现啊 这个社会啊 它所具备的 不是专业能力成功 而是斗争的能力成功 运用种种的意识形态 而不是啊 拥有一个真正的实力 这是很麻烦的 我们社会上 运用的是法律上所许可的 法律上所许可的 未必是人性 未必是人性 那么这种状况 我们怎么可以了解到呢 那就是因为啊 大家为了要成功 他不择手段 他运用他的手段 就可以成功 那么手段能成功的话 实力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拥有实力的人啊 就变成不成功的一群人 那这个社会 大家努力要做什么 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斗争的社会 这样子失去了我们人生的价值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 不管您对于这样的讲法 能不能够接受 我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呢 不是要来斗争的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阿修罗 阿修罗啊 他是要斗争的 他不斗争啊 很痛苦 我们 我们不是要 要好好的 把生活过得很好吗 为什么 要这样此起彼落的 来抹黑 来伤害别人 那自己又得到什么呢 自己得到的 也只有成功的 这两个字而已啊 那这样的情况啊 对于人生来讲啊 是非常的不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把实力给展现出来 那么实力啊 按照我们在前面跟各位谈过的 它就包括你的专业能力 还有你的待人处事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谈的是 人性本身的一个特质 基本身啊 要在社会舞台上的一个表现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生活 那么他的生活从哪里来啊 一定是从人性上来表现的 我们看到许多状况 人性的本质啊 他是善良的 可是我们的社会 把它污染跟扭曲了以后 他在这社会的生活啊 他会变成不安 恐惧 他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那这样的话 他的什么成功都没用了 都已经啊付诸流水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 拥有一个很健康的心理 一个很扎实的人生 生活状况 是比你的事业成功啊 来得重要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 我们很难看到啊 有人为了家庭 比如说父母 或者子女 他甚至于把事业放下 不要 那回到老家来 一家人啊 能够啊 过得很幸福 很朴实 很踏实 有没有呢 今天已经非常早了 四十年前 我们放眼望去啊 在乡村 看来落后 可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啊 都很扎实 今天我们在都市里 台湾已经完全都市化了 可是我们发现 我们的人生啊 非常的不踏实 大家好像都有一份事业 大家也好像都做得很不错 可是呢 大家都很空虚 那这个就是人性的失落 我们期望啊 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啊 这要到社会上去跟人家 一针长短的时候 你不要忘了 我们人性的充实 这个才是重要 宁可事业失败 回来 也不要丧失我们的人性 丧失我们的人格 但是今天 为了争取 事业的成功 包括 各个层面的事业 那么不惜啊 牺牲我们的人格 牺牲我们的人性 乃至啊 放送了 我们 一个人的 生命价值 那这样的话 你已经不是人了 你变成一个 斗争的机器 你变成一个 会赚钱的机器 然后你没有办法感受到 人生的 实质的存在 吃饭的时候 虽然吃得很好 一顿饭 好多好多钱 你有没有好好的品尝一下 我们 品尝不出来 我们只是跟着人家讲 人家说 这里报纸报道 这一家不错 你就进去吃了 然后在 人潮积极的情况之下 你也被挤出来 进去 是因为有空位 出来 是因为刷卡完毕 东西好吃吗 好像短暂的口感有 可是呢 你真的体会到吗 你什么也没体会到了 钱是花啦 东西是吃啦 那这个两者之间呢 其他是空白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 不幸的是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社会 现在普遍的教育 是这些 我们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给予我们的学生 有一个很好的生命情操 有一个很好的人生的格调 这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不是要给予他们 什么音乐的欣赏啊 绘画的欣赏啊 不是 今天连这种教育啊 他都已经变成啊 没有必要的多余啊 因为他给的只是向上的 一个样子而已 我们应该透过音乐 透过美术 来让这些孩子们啊 他能够感受到 生命存在的价值 那种人生观 慢慢的去品尝 连吃饭你都品尝不出来 音乐你品尝得出来吗 你能够欣赏什么样的音乐呢 大家听的都是这种 这种声光射影的刺激 越是刺激啊 那就越好 那没有刺激的就不好 那这是为什么 是我们弄错了 生命的存在啊 往往啊 是在一段时间里头 慢慢去咀嚼 慢慢去感受 像夫妻两个人 你是要长时间下来 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爱 而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啊 就火花四射 那两个离开以后呢 不是啊 他应该有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啊 他让你慢慢的去感受对方 去觉知对方 同样的 你在人与人 人与物之间 你能不能这样感受呢 我们走在水边 走在路上 那都是生活 都是享受啊 在我们这么和平的时代里 那我们都体会不到 我们难道 要在一个战乱的时代里 你才要去感受 那种太平的日子吗 各位想想看 这种啊 从还没有出社会之前 就应该要训练出来的本能 我们期望 能够啊 赶快地展开 海云寂寞 欢迎收看 生命互相的呼唤 好 各位朋友 我们谈到 未来的主人翁啊 他应该要具备的 除了专业的能力之外 应该啊 要有一些人性的 基本内涵 那么这些人性啊 现在讲起来太抽象 我想我们有必要啊 提几个啊 比较具体的内容 来给予大家 做一种参考 第一个啊 我想 那就是和群的能力 我们首先发现到的就是啊 人跟人相处啊 他不是啊 只有在一起而已 他需要的是一种深度 假如人跟人在一起啊 只是一个脾向上的相处啊 那这个时候是很危险 那这个时候是很危险 随时啊 他有离开的可能 今天我们要的是 要建立一个共事的 这种基础 才能够叫做和群 我们在社会上 那么大家 有什么共事 建立一个家庭 你有什么共事 两个人在一起 这样就叫结婚了吗 不是 他们应该要有家庭的共事 同样 我进到一个单位里头 去工作 那你有没有一份共事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社会 你有没有什么共事 跟大家一致 所以 有了这个共事以后 你才有和群的能力 假如你没有这份共事的话 和群啊 是假的 大家只是表面上的相聚 可能因为某种利益 那这样的话 这不叫和群 这个叫做利益结合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啊 他们在一起啊 有没有这种共事的教育呢 共事不是你讲讲我 讲讲这样就好 很多小孩子 国中生而已 三五成群的 会去打一个人 他们也有共事啊 打完人以后呢 大家落跑就算了 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 不是那种冲动 也不是特别的那种嗜好 要有一个长远心 我们为了这个族群 你能够怎么样的牺牲 你愿意怎么样的奉献 这个才叫做共事 从这个共事里 那我们就应该要去协调 有一些事情 那么可能我们的观念不同 做法不同 那就需要去妥协 去协调 怎么样去欣赏别人的意见 接纳别人的意见 同时呢 越能够啊 把自己呢 尽其所能的 去协助 把那个意见 给兑现出来 那这个 才叫做共事啊 在这种共事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看到 和群啊 就是一种 团结的力量 可是 假如 你没有这份共事的话 那和群 也不过是一群 乌合之众 这样的话 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的话 社会就不能进步 同时啊 因为不能进步啊 我们所能够得到的 分享得到的 那个部分呢 那也会不足 这个分享 所得到的 不足啊 我们就会 怪为 对方的破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那份斗争的 情况 又会发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年轻人 就应该要先养成啊 怎么样建立共事 同时呢 在共事的前提之下 应该要有牺牲的精神 假如 没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啊 那怎么样子达成共事的目标 所以这一个共事啊 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积极建立的 目前我们的社会 缺少共事 我们的教育里头 也没有共事的教育 大家只是 为了争得 自己的意见 自己的意识形态 在与别人制造对立 好像越能制造对立啊 那就表示他越有才华 这个是 人性的不幸 大家要知道 要建立 这种共事的话 我们从平常的生活 表达出来说 你对 你对 假如你只是在挖苦对方的话 那你会出其不意的 脑筋急转弯 在大家 共同的意见里头呢 你突然间冒出一个新东西出来 那这样看起来 你很有才气 可是这一群意见呢 就被破坏了 那这样的话 它就会停止进步 容易停止进步 大家想想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集合大家的力量呢 那就是啊 在共事的前提之下 才有可能团结 这个是 目前啊 我们 一个青年人 要 迈向人生舞台的时候 应该要有的 广大胸襟 假如你认为 我只要成功就好 那其他我不管 那这样的话 不但这个人的前途啊 可悲 他的人生啊 也完蛋了 同时呢 社会啊 将会因此而引发 没有必要的动荡与不安 所以共事啊 所以共事啊 是每一个青年学生们呢 应该要及早培养的能力 那么从哪里开始 学校当然 与同学相处是最好的 否则啊 家里的共事啊 也很重要 我们今天的家里 对学生来讲 他成为旅馆 成为饭店 他在家庭里 为什么不能够发挥他的角色 那就是因为家里 没有共事 家里有什么共事呢 你想想看 应该有啊 可是 我们的家庭教育失败 父亲忙于事业 妈妈忙于应酬 孩子呢 忙于与外面来往 那么 家里就变成一个空洞的旅馆 那尤其啊 在这种情况 家庭里缺乏热情 缺少关怀 那孩子 在家里呢 几乎啊 成为一种老大 那么 父母亲没有意见 因为父母亲对孩子 已经不是宠爱了 根本就是溺爱 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的前途 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想想 对于这些青年学生们 我们必须给予真正的关怀 第一个 就是要教导他 如何共事 第二个呢 我们要给他 怎么样的关怀 同时要激发他 人生的热情 热情在哪里 在于他对事物的关怀 跟付出 孩子们 对狗 对猫 是宠物 他只是一种 单纯的依赖呢 或者是对物件的一种热情呢 猫狗宠物 可以训练 家里的盆栽 也可以训练 家里的这个客厅的摆设 或者厨房 餐厅里头的物件 照样 他都可以产生热情 假如说 对家里这些非常重要的物件 他都不能够关心 那请问你 他要对什么 有关心呢 所以我们发现 年轻人 他们产生了一种 很严重的问题 除了 对于他所爱的人 对于他所喜欢的人 那么他会 完全的 投注 跟付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样的孩子 他经不起挫折的考验 我们发现 一个人照讲 他的生命的能量 是一样的 假如 他能够在家里 以家人 跟家庭 屋子里 建立起那一份感情的话 那么 他的生命能量 会在这里付出 假如他在家里 没有付出 把这个能量 转移出去的话 那各位想想看 他一定在不当的场合 网咖啦 以前来讲 跳舞啦 卡拉OK啦 这个游戏的场所啦 他会尽情的去 把生命能量 消耗在那里 那假如 他在这个时候 有了他心理的对象 所谓好朋友 异性的朋友 那么他当然会把 他的全生命 完全投入出去 可是 当这个当中 发生挫折的时候 他的生命也很脆弱 他会受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他把他的生命 完全放在这上面 所以当这里 发生状况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承担 这个就是啊 今天 青年学子啊 所产生的危险状况 我们所期望的是 要给予这些青年学生们啊 应有的教导 要怎么样引导 这些学生 把他的生命能量 用在该用的地方 学业是一部分 家里啊 更是一部分 那么更重要的 要培养他 有真正的音乐 舞蹈 绘画 应该从小 趁早啊 培养他在这一方面的 认知跟关怀 那么 他的生命情操 就会转向这个光明面 海云寂寞 欢迎收看 亲密互相的呼唤 各位朋友 当我们谈到热情的 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当今的青年学生们 他们正在流行 所流行的 是所谓的酷 酷啊 是冷漠 冷漠 假如 只是表现在外面的冷漠 当作一种啊 流行的情境 那倒也无所谓 可是假如内心是很冷漠的话 那这恐怕是一项灾难 不但是个人的灾难 也是人类整体的灾难 也是人类整体的灾难 热情的关怀啊 是非常的需要 对于自己啊 需要热情 对于周遭啊 也需要热情 这个热情的本身啊 它事实上啊 是带有一份责任 跟使命的 假如热情 假如热情只是一种啊 嘻嘻哈哈的 表面上啊 今天看起来 年轻人笑声都很大 那我们发现那种大声笑的背后啊 其实隐藏的是一种落寞 跟一种空虚 它透过这种大声的笑 它只是一种无情的发泄 它不是用哭的发泄 它是透过这种笑声 来发泄它内心的一种无奈 所以呢 它反过来啊 才会变成冷漠 变成哭 那这样的话 确实是一种非常的不幸 我们期望大家 能够真正从共识里头啊 培养出热情 从热情当中啊 产生责任跟使命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不但对社会啊 要有责任 要有使命 对自己啊 更要有责任跟使命 对自己的责任跟使命 不是自私的 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不使自己的生命空过 也不灭带自己 也不灭带自己 那么这个样子 自己要怎么样活得好 活得自在 活得解脱 这完全不是自私 也不是吝啬 更不是那种偏激的 个人主义 这一点大家要认知 这是从热情上面 所发展来的 那么对社会的使命呢 也不是一种狂热 跟我们讲的狂热不一样 这是一种情操 从情操所产生的 那才有责任跟使命 社会的安定 社会的繁荣 社会的进步 那与我有关 那我要怎么样的付出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今天我们在学校里 我们有没有学到这些 我们有一份使命 要让今天比昨天更好 让自己今天比昨天更好 让社会 让家庭也是 今天比昨天更好 那么这份使命感 有没有培养出来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吗 那不是 是你喜欢 那当然可以 可是你有责任 你有使命 不是人家负责任 让你来那边满意 那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喜欢的 那是一种责任而产生的 我们要使命 那才有可能 让你的喜欢变成可以 或者啊 我们只是一种任性而已 今天我们大家福报很大 我们几乎要走到 福利国家的阶段 但是我们的生命空虚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责任 因为我们没有使命 谈到责任 谈到使命 并不是要我们凌驾于任何人之上 谈到责任 谈到使命 大家都以为说 那我有责任 我应该要当主管 我有责任 我应该要当总统 那不是 责任不是单一的 使命也不是单一的 我们所面对的 是整体社会的安宁 互动 与成就 那么为了促使整个社会 能够屹立不搖 那每一个人呢 要从他的扮演角色上面 去发挥他的使命感 发挥他的责任心 而不是我们去创造一个 什么了不起的 那种名词 每一个人 假如因为有责任 就一定要当老板的话 那就错了 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负责 把我们的角色扮演好 那这一点呢 他好像很抽象 我们的青年学子 应该让他们有这份认识 对自己的责任跟使命 不是讲给人家听的 是你要去感受 你应该要去享受 你的生存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我们不要一直活在 生存上面去挣扎 我们应该留一点时间 留一点空间 给自己躺扬在 生命的洪流里 去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这个就是 自己对自己 应该负起的责任心 跟使命感 这个使命 就是自己的生命的使命 在过去如何 在未来如何 的这一份使命 那么对于社会的使命 我们克服它 能够成就 能够成长 能够繁荣 我们不但像以前 像我们祖先交代 我们更要像往后 我们的子孙 做模范 那怎么样 像祖先交代 我们现在的努力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怎么样给后代的子孙 做模范 那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角色 扮演好 更要促使我们的社会 繁荣 与进步 那么 这个是我们今天 还没有上台 之前 就应该要有的心理准备 只要我们没有这份认知 那么我们的青年学子 将来出的社会 上了舞台以后 那一群没有目标的长颖一样 那到处乱飞 到处乱撞 那这个时候 就像今天的社会 混乱 你说 它没有生命朝气吗 又很有生命朝气 那很有生命朝气 却又很混乱 因为我们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啊 就是没有使命感 没有目标啊 就是没有责任心 大家都使命的做 很认真 那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要了解到 一份工作啊 尽其所能啊 把它完成啊 这当下就负有这两个责任 一个呢 对自己负责 今天的事 我做完了 我没有空过 第二个 对社会 那么这个社会里 我扮演这个角色 这份工作呢 我也做完了 我没有必要留到明天 那么 每一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 把你所承担的事 都把它做好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 很安详 而且 每一个人都想到 今天 我无劝于自己 我已经把这份工作 责任给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情况就不一样 我们可以很安详的 回到家里 跟老人家 或者跟那一半 或者跟子女们 好好的畅谈 这一天来 我们的任务 完成了 那在这当中 我有什么感受 可以跟大众分享 那假如 有什么疑惑 能力所不及的 那么家中的老人呢 他可以指导我们 那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稳定 很祥和的 很宁静的 静静的 向前成长 静静的 繁荣 静静的 圆满我们的任务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人生啊 真有意义 我们对社会啊 也擅尽我们一份责任 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工业 标柄的英雄 我们也不是啊 开天辟地的 开国君王 我们只是 默默的 当一个老百姓 一个幸福 快乐 自在 解脱的老百姓 同时呢 我们也为这个社会 尽到一份责任 社会的进步 与繁荣 少不了我 我的努力 也给社会 完成了这一份任务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孩子们 要是都有这一份认识 我们肯定 我们的社会 将是非常的完美 那要不是的话 我们的学生呢 这个时候 在学校里 学的是什么呢 是斗争 是竞争 将来大家都 一定成功吗 是啊 话讲的没错 人人都可以当总统 可是我们呢 我们一生 总共有几天 三万六千五百天 活一百岁吧 我们已经浪费掉 多少了 可是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每个人都当总统嘛 只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当总统啊 从三万六千五百天来讲啊 算一算啊 我们所能够经历的总统有多少位 每个人假设啊都真的当八年的话 那你也不过是死了一个而已啊 那这两万两千三百万人 只有十来个当总统 大家想想看 我们的概率太小太小了 假如大家都要真的话 我想失败的满街都是啊 成功的啊 总共只有那十几个 所以呢 问题不在于你要当老大 我们应该要知道 这样的话 我们的社会繁荣与进步啊 一个总统的光荣啊 也就是我们的光荣 一个社会贤打的成就啊 也就是我们的成就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说啊 人人都可能当总统 还比较有意义 假如我们说啊 每一个成功的人啊 我们都有一份责任跟使命的话 那么他们的成功啊 也就是我们的成功 这样的话 我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 那将会很有意义 而不是啊 斗争 打垮对方 让自己成就 让自己出人头地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社会啊 将会显得非常的刻薄 而且呢 也会啊 让我们的生活啊 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 我们将会随时啊 患得患失 所以我们呼吁 给予我们的青年学子啊 应有的生命教育 让他了解到 我们的责任跟使命 是多么的重要 责任跟使命 不是要我们去当老大 责任跟使命 是要我们 做好我们的分内事 把我们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给办好 让我们完成 那个辉煌的责任 那这个时候 社会的繁荣 跟自己啊 幸福的生活啊 将会结合在一起 我们将会完成 真正人生旅程当中 最重要的那一种幸福感 那这样我们的一生 没有白来 我们的社会 也会非常的完美 各位朋友 那我们谈到青年学生的 这些责任跟使命的教育啊 非常重要 那么最后啊 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期望 教育我们的子女啊 能够啊 发愿啊 不要当老大 要能够啊 当个参谋人员 当个秘书 好好的 扮演好 我们当伙计的角色 当然我们知道 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他当然希望 他的儿子们啊 也都能够啊 继承他的职业来当老大 那这是另当悲论 可是绝大部分的青年学生啊 不一定都能当老大 大家做好我们 是一个适者 是个秘书 是个参谋 是个伙计的角色啊 那我想 我们的社会啊 会更完美 假如大家都想说 我们都要当老大 大家都是一个角头 都是一个山头 都是个派系的领导者 那请问你 下面有谁 没有啦 因为大家都去当鸡头啦 那都没有脚啊 下面呢 没有部署啦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发现了 广大的人群里啊 绝大部分的人啊 都要当他的副手 当每一个人都愿意啊 从副手上面去尽责啊 那么把他的角色扮演好 那这个时候 我想学大部分的人 能够把竞争 所耗费的时间啊 跟精力啊 转过来 用在他生活的享受上面 好好的拥有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 那这个时候啊 事业的成败 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啊 青年学生啊 怎么样厚执他 来感受人生价值的 这个部分 所以呢 怎么样教导学生们 去开发他的生活领域啊 这是更重要的 书读的好 固然很好 那书读不好的人呢 他有一些工作的实力 那可能会更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像盆栽 团树 或者家里的整理 能够感受到啊 这些处境的 真实性的人啊 事实上 他是比较幸福的 而且真正幸福的人啊 也就是说 他能够珍惜他的家 安住在他的家里 那打点的很好 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并不是啊 在家里要买一个非常高贵的沙发椅 那才叫做幸福的家 我想不管你家里的客厅 东西多或少不管 那你会珍惜他 让他这个窗泥 激净 把那个桌子 茶几 或者是椅子呢 整理得干干净净的话 那这个就是啊 我们在生活中的一种享受 当一个人啊 一再的忙碌于啊 外面的事情 而忽略了家里的时候 让他感生失落感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 应该要好好的指导 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家务事怎么做 从整理家务事当中啊 去感受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而不是一再的鼓励他 去外面啊 跟人家这个勾肩搭配啊 去种种的攀缘 我们知道 一个人啊 在社会上的成功啊 一方面是自己人格性的问题 而不是啊 只有啊 专业的实力而已 专业的实力固然要有 你不可能什么都不会 可是最重要 你自己的人格性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专业实力 这一部分固然重要 我们反过来看啊 广结人脉啊 是比专业实力来的重要 所以怎么样指导孩子啊 拥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啊 我想对于他事业的成功啊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这种 这种在事业上 职场上 能够啊 有所专长的人啊 他固然啊 是需要有一点 专业的这种能力 但是呢 假如他能够与人啊 相处得更完美的话 那事情的处置跟完成啊 他并不难 难的是在于 他没有人力可以支援 同样的 当你拥有很好的 人力支援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要 要出来当老大 你也可以好好的 运用这些人力支援呢 来完成啊 你职场上啊 所应该做的事 这个就是啊 学生时代啊 应该要有的 一种人生观 那么我们假如能够啊 把这些青年学职啊 好好的这样教育啊 那我们可以说 比你留给他事业 比你留给他财产啊 来得重要 因为这些东西 是属于他的 他将来啊 不但是职场上 他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都会活得很好 他不会啊 让我们去操心 那假如 今天我们只给他一个专业的实力 去跟人家争 这种斗争 竞争 来对立的话 那这个时候 他很快的 就会遭遇到挫折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还要再告诉各位 指导我们的青年学生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绑结人员啊 不要制造意见与对立 因为制造意见啊 跟与人对立啊 这是人性的一种负面 也就是负的人性 对于人性啊 是有伤害的 因为你一直在制造意见 跟制造对立的时候 你显然的不能接纳人家的意见 所以我们说 广结人员的时候 就是能够接纳人家的意见 当我们不能接纳人家意见的时候 很显然我们已经制造对立 我们已经在制造敌人 当制造敌人的时候 问题不是啊 我们的事业不能够顺利 我们的职场不能够顺利 不是这样而已 当我们制造敌人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啊 就已经有缺憾 事实上我们啊 就已经遇到了 人生中的谷底 敌人一再的出现 对我们只有打击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你在人性中 你的结构啊 已经有偏差 我们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啊 所以啊 才跟各位建议 人性的完整啊 是非常重要的 人脉 人员的好坏啊 影响着我们人生的幸福与否 事业或者专业的职场实力啊 固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啊 依赖他 我们需要一些工作的实力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 是重组我们人生周遭的一切资源 叫做我们有重组资源的能力 再配合我们应有的专业实力啊 那么我想不但是事业会很顺利 我想我们人生价值啊 将会非常的高 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世界上 你会啊 是一个宽广的道路 面对未来啊 我们将会是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快乐 我们这样期望着 每一位青年学子啊 拥有一个幸福 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